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变源自乌克兰爆发的抗议活动 抗议导致乌克兰亲俄罗斯的总统被赶下台 俄罗斯向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派遣特工和军队 并强行兼并了克里米亚 其后,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地区支持那里的分离主义分子 引发一场至今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战争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战机与船舰 与北约成员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 展开了一系列近距离的对峙 莫斯科所采取的隐秘和强势的行动 是二战以来所未见过的 我认为,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 北约领导人应当向普京举杯助就 惠特尼曾经担任过英国和欧盟的防卫官员 现在任职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 健全的北约需要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而普京一直愚蠢地提供了这样一个威胁 而且大手笔地提供 惠特尼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举动激励了北约 导致北约盟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 这些措施包括举行更多的像这个在乌克兰西部进行的军事演习 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更多的军队 重申北约将保卫其所有成员国以及成立一个新的快速反应部队 中文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马尔科姆·查默斯说 普京总统想抵交北约自1990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 但是他的行动适得其反 俄罗斯正在寻找弱点 他们在寻找北约盔甲上的漏洞 他们在找北约内部的分歧 显然,北约成员国认为 通过彼此团结一致 他们更有可能遏止俄罗斯的任何举动 查默斯说,重要地说 普京总统疏远了他以前在西欧最好的朋友 也就是德国总统默克尔 在这场危机中 默克尔总理比任何一位西方领导人都做出了更多的努力 试图找到一个外交解决办法 他试图寻求某种妥协 而普京无疑至少到目前为止 没有准备要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 北约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 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 制裁以及石油 这个俄罗斯主要出口产品的价格下跌 导致卢布的币值一度下跌50% 专家说,俄罗斯经济明年会陷入严重的衰退 这些对普京都是重大的战略倒退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象棋大师的话 目前对他来说 这场博弈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不意味着普京会让步 事实上,一些专家说 目前的问题可能会使他采取更为敌对的态度 但是今年快要结束的时候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立场开始发生改变 他说,俄罗斯采取了可能开启 解决这个冲突并缓和紧张的建设性的举动 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